来看这个 起笔可以藏风 也可以实在一点 你看笔架压下去就走了 实在而简单 对吧 因为它是第一个动作 我们自己自己去考虑怎么用笔 第二个动作是它 对吧 收笔动作 往回 你不可能出风 因为往回来 衔接的是这个起笔位置 对不对 笔架立起来转笔柱的方向 笔架提起来在这 往上顶 中锋向下走 提收上去衔接 横是细的 转折过来 顿笔立峰 换面下来 垂直向的平行与左竖 然后这个位置为什么要勾上去 是因为它要写这横 一 二 三 从这个位置空中 坐前方顶 然后立峰 换面向右走 这横要有分量了 方向角度呢 扛肩不要太过 略带一点点就可以了 主要还是水平方向走 因为涉及到一个重心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在手里面 他 现在 我